在这一边我要跟大家复习Format Chapter 9 Basic Polygon 那个Basic Polygon的整课呢 它只是讲两样东西而已 一样东西是什么 我有三角形 三角形加起来180度 里面的角度加起来180度 然后我有四边形 四边形里面四个角加起来是360度 然后它不是直角的 它不是Retangle和Squire的情况之下 它是任意的四边形的话 它四个角加起来也是360度 然后在这一边呢 三角形内角合等于180度 为什么它会是180度呢 这个其实跟我们在第八课的时候 有学到那个平行线 然后这个是X 这个也是X 它是Ordnate Angle 或者是我这边是X 这边是X 然后Opposite再来X 但是我用Ordnate Angle比较容易 所以Ordnate Angle 这个是X 这个也是X OK Z的那个形状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的三角形 假设我这边有三角形ABC 我在这边加多一条线上来 然后我这一边 它这一条跟下面这条平行的时候 我这个是A 这边也是A 这个是B 这个也是B 然后这三个合起来是一条直线 所以A加B加C会是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A加B加C 就是三角形里面加起来会是180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A加B加C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这一个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有两种特别的那个三角形 然后那两种特别的三角形是什么 一个是等腰三角形 你这边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我们有一句口诀叫做等腰对等脚 等脚对等腰 然后我们这一边它有X有50 你就懂等腰对等脚 这边50 这边也是50 我要找X的话呢 我就用X加50 加50等于180 所以我的X等于180-50-50等于80 然后这一边是80 这个是X 我要找X 然后它这个等腰对等脚 然后它的这边是X 所以这边也是X 所以我X加X加80等于180 2X等于180-80等于100 所以X等于100除2等于50度 然后再来第二种 我们比较特别的那个三角形 是等变三角形 Equilateral Triangle 然后刚刚那个叫做Isotheric Triangle 然后等变三角形 它三个边都一样 三个角都一样 所以我的这个呢 它是6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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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八除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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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三个的长度是一样 所以有它的所有的变长一样 所有的角度都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Equilateral Triangle 因为三个X等于180度 X等于60度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有一种高手的那个 做法就是说我们的三角形外角就是我的这个Z会是等于内对角和X加Y 我的这个Z会是等于这个X加Y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W加Z等于180度 然后我的W加X加Y会是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W加Z等于W加X加Y 然后我的WW这样一起跃掉的时候我就剩下Z等于X加Y 所以我的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这一个 这一个很多人到他毕业为止他都不懂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 但是他还是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呢 你看我假设我要找这个X的话 我用百八减掉五神减掉六神我拿到这个是七神 然后我要找X的时候百八减七神 然后我拿到的是百亿 然后可是高手他直接我要找X五神加六神百亿 这样他就直接拿到百亿了 OK这个是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 然后我们的四边形呢 加起来会是等于360度 然后在四边形这一边呢 它有一些名字就是说一些property你要去懂这些property 可是这些property呢 正常他就是问axis of symmetry对称对称轴有多少条 然后剩下更深的那些property呢 他会在from4的MX里面会考你的property 那个时候你的基础稳的话呢 你去MX你就没有问题 可是你基础不稳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忽略掉 你现在忽略掉 你去到MX的时候你会在那边好奇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然后其实他的原因是他的property square是正方形四边的长度都一样 然后四个都是90度 然后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然后diagonal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就是他中间垂直对方这样 然后他的那个axis of symmetry呢 是有四条axis of symmetry 然后过后 rect rectangle呢 他axis of symmetry有两个而已 他这一个斜过去的不是对称轴 你斜过去的时候他没有对称哦 斜过来他没有对称哦 然后四个都是90度 axis of symmetry两个 然后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就是这一个跟这个的长度一样 这个的长度跟这个的长度一样 四个的长度都一样 然后我们有rombus rombus我让学生容易记的话呢 我跟他讲这个是拉Y了的正方形 拉Y了的正方形就是square拉Y了的square 然后他四边的长度都一样 然后他那个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的时候 他又会有90度中间有90度 中间有90度有三个中间有90度 一个是square中间有90度 第二个是拉Y了的正方形 中间有90度 第三个是峰正形中间有90度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四个边都同样长度 然后他的那个AB平行与CD 然后AD平行与BC 然后对面的角等于对面的角 A等于C B等于D 然后他有两条access of symmetry 对称轴还有两个对称轴 parallelogram平行四边形 拉Y了的正方形 拉Y了的正方形呢 他就左边跟右边一样 上面跟下面一向 然后左边跟右边平行 上面跟下面平行 然后A跟C对面跟对面同样角度 B跟D对面跟对面同样角度 他没有access of symmetry 然后过后呢 他的那个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就是这个跟这个的长度一样 这个的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这四条的长度都一样 然后上面的这个是这个的长度 跟这个长度一样 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一样 可是这两个的长度不一样 so他是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可是他不一样 然后可是这个是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的时候他四条都一样 然后我们有trapezium trapezium就是梯形 在这一刻我们用梯形的是比较少 我们在第十刻的时候 我们要去算area of trapezium OKarea of trapezium就是梯形的那个体积 然后我们就有二分之一上加下层高 就是trapezium的体积 然后我们最后有cut风针形 风针形的情况之下呢 他这一个上面的两边一样长 下面的两边的一样长 然后在这一边呢 中间有90度 他有一条access of symmetry左右对称而已 上下没有对称 然后他的这个角度b跟d会是一样的 ok然后这个就是property diagonal diagonal是对角线 然后我三角形他没有对角线 对角线是什么对面的角连接起来 我可以有access of symmetry对称轴 但是我没有对角线 ok所以有很多学生把对称轴跟对角线弄不清楚 对称轴呢就是access of symmetry左右一样 然后butter prime 然后diagonal呢对角线呢就是对面的角连接起来 我四边形他有两个对角线 一二 然后我五边形呢他有一二三四五五条 我有六边形的话他有九条 ok 然后我的number of diagonal呢他有formula n 乘 n 减3除2 然后你就心里想3的时候是0 然后n 减3n 乘 n 减3除2 这一个formula 所以三边形的你这样放3进去3乘3-3 4乘4-3除2 5乘5-3除2 6乘6-3除2 7乘7-3除2 2乘20-3除2 这样摆弃这些你就可以算出来哦 然后如果你不记得这个formula的话 你不用怕我们知道这个3的时候0个 4的时候2个 5的时候5个6的时候9个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这个关系的 3的时候0个 4的时候2个 5的时候5个 6的时候9个 所以你看0跟2之间加2 2跟3之间 2跟5之间加3 5跟9之间加4 所以他其实是加3加4加5加6加7加8加9加10 曾经在考试有老师问 他的number of diagonal for 20边形 他答案是百七 如果你的那个20边形你直接放20乘20-3除2 你可以拿到百七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啊 你就慢慢加了 然后你最后也是可以拿到百七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的名称是要把它背上来的 然后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你这些Polygon的力量考题 所以这个四边形我要找Y的角度 五十的旁边百三 七十五的旁边105 然后360减掉这三个拿到55 百八减他拿到这个Y 然后接着我们这一边 这一个我直接P等于Q加R 这个是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合 然后再来这一边我要找这个X的100 然后百八减到100 剩下八十 八十平分四十四十这边四十 四十的旁边百四 然后厉害的同学直接四十等于10加X为X等于30 或者是你这边百四百八减百四减十 然后拿到这个的长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这种找角度找角度 然后他找角度他时常出现的就是这种等药三角形 然后外角内角然后你都要懂我们重点是内角加起来是360度 然后他告诉你这一边他说他是一个equilateral triangle 所以我们知道这三边都一样长 所以这个是666 然后百八减90减38这边是52 所以我的X是52加60所以他是112 然后在这一边84的旁边96 然后这个是126这个是X这个是X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两个X加126加96等于360度 然后在这一边我这边搬来搬去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form1第6课的linear equation 所以你的form1第一课的第6课的linear equation 你那边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第8课的那个比较难的题目会有问题 你第9课比较难的题目有问题 你第10课比较难的题目有问题 你接下来很多课难的题目你都会有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form1第6课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还有这一个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等药三角形 这边50所以这边50 然后这边35 然后过后呢我们要找他的X的Value 所以在这边我的这一个地方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M的这一个地方 这边是85 所以百八没有就三个加起来180度啊 三个加起来180度啊等下对跟角100 然后这边80所以然后45度 然后这个X加2X加3X加60等于360度 加起来是360度 然后这一边他说PS等于SR PS等于SR 所以他是等药三角形 所以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ok 所以这两个角度会是一样 你看70 百八减到70 剩在百亿百亿除了55 55左右都是55 然后里面加起来是百八 所以百八减到85减到55 我就拿了X40度 ok 所以这个是属于那一种算他的这一些 度数的题目历年考题 然后我们到了后面的时候 2014年开始他就开始问一个名字 他说Based on the diagram name tree polygon 所以这个可以叫Pentagon 可以Quadilator 可以Triangle四边形 然后这个呢他可以是六边形 五边形四边形三边形 可是题目要你name tree 所以你写三个就好了 你写四个可能你老是可以扣粉 为什么老是讲我要三个啊 你写四个错了啦 三跟四都不会粉啦 name tree polygon 所以他可以是八边形 六边形 五边形 四边形 三边形 这个是他的name 然后过后呢这一边 他的number of axis of symmetry 对称轴有一个 number of vertices 他的角多少个角 五个角 number of diagonal 对角线 对角线呢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 这个对角线这一边 所以你要嘛你这样背 要嘛你再背这个formula 所以你不然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当场画 哇 那那你就像这个是六边形 你要画你要画九个 然后他的 regular regular的话呢 就是代表他每一边都一样长 所以他的那个axis of symmetry 6 vertices 6 number of diagonal 9 所以六边形的是9 这一边六边形的这个是9 或者是我这边我放6 6乘6.3除2 然后就变成9乘9啊 它会变成9 所以在这一边 他的axis of symmetry两个 然后过后number of vertices 6个number of diagonal 是9个它是六边形 hexagon hexagon ok 所以名字你要背哦 你不懂什么是hexagon 你就根本做不到了嘛 所以 呃 这一刻 呃 他到了 后面的时候 他开始问我们一些名称的东西 axis of symmetry 对称轴啊 number of diagonal 对角线啊 然后他的这些names啊 pentagon quantilateral triangle 这些hexagon hexagon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这一些是 角度的东西 ok 然后角度算的东西 他整个来来去去就是三角形 四边形 三角形内角合180度 四边形加起来360度 就是这样而已 ok 整个就是这样而已 ok 好 骗2